古色古香的印刷牌板搭配南韓古盛先贤 一看就知道是大韩民国的钞票 不过这些已流通十多年的货币 如今竟惹毛中国网友 一名爱好是收集全世界各国钞票的中国网友 日前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说自己发现汉潮时期发明的星象观察 仪器魂天仪竟被印在南韩钞票上 虽然是南韩自己改良后的版本 但仍让他觉得有些不悦 万元钞票背面是魂天仪 正面就是南韩的失踪大王 中国网友炮轰这根本是蓄意 把魂天仪归纳为南韩文化遗产 群起在留言区围剿 大骂真是不要脸到处投东西 还说魂天仪的发明者 也要被迫沦为南韩籍了吗 甚至嘲笑南韩没有国宝 难不成一颗泡菜或K-pop偶像 在钞票上面吗 这就是这个魂天仪 是这个落下红发明的 张恒那对他进行了改进 其实当初南韩银行 本意是把韩国人自豪的 第230号国宝魂天表 其中的组成仪器魂天仪印上纸钞 但魂天仪却是中国人发明的 时任南韩纸币发行局局长当年坦言 南韩魂天表因为呈箱形 不适合货币设计 只好选择魂天仪 另外中国网友也发现 南韩千元钞票上的古迹 用汉字写着明轮堂 五千元钞票则写着汉字 吴竹轩 放大到好几倍才看得到的中文字 照样夺不过爱国心界的中国人法眼 一场网友的闲言碎语 无疑要挑起两国民众纷争 感谢新闻也欢迎报导